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大家好,我是Penny 今天特别在的这个场景是在彰化 龙磐居 然后这个龙磐居非常有特色 它完全是以一个绿建筑的生态概念作起发 一进整个大门 宛如像是一个室外桃源般的景致 顺着这个林印小道 有一个神秘的地方 這個家擁有自己的資源回收廠 還住古昌門 資源回收室是連接對外的道路 然後它的名字就叫做 總監 你覺得這樣對Shisado做何感想 資深堂準備提告 這是屬於建築師的幽默啦 資物回收企務 登基再造黃金堂 所以叫資深堂 接下來去下一個空間 遠方有一個牌子上面就寫著 郭家門前有香河 後面有山坡 真的有一座橋耶 然後不只有橋喔 更Chill的是啊 有鵝耶 整個跟動物園的概念一樣 然後你看到那個溪水 真的可以釣魚喔 其實整座橋還有一些小巧思啊 包含像是這個部分 都是環保在利用的 這個眼睛啊 就是用十字螺絲 就是它等於是把五金啊 還有在地的一些廢物 重新再利用 透過這些小角落 這個空間其實對於我來說 會更有生命力的部分 小橋的底部啊 穿過這個拱門啊 會先映入眼簾的 就是我後面這一道五線譜 因為它的每一個場景 其實都是有一個意義存在 而且更添加互動性 所以像我的後面這個啊 防筆啊 是可以直接畫在這個黑板牆的 來 先制錄一下啊 總之要不要有個官方Line ID 寫得也太大了吧 除了有小盒這件事情之外 更Chill更Chill的是 對面這一整座大花園 它還不只是一般的花園喔 它是兼有一些特殊的公用的 階梯的底部啊 它是有一個舞台的耶 底下的觀眾啊 是可以坐在下面的 然後還有旁邊的一些座椅 然後這個觀眾啊 還可以延展到什麼地步 後面的八戶啊 它們的露台 上面都有一個雨遮的部分 然後雨遮底下就是一個包廂的概念 這就很像是看演唱會 VIP包廂 不可思議的 還不只有這個地方而已喔 它後面還有一個天空步道2號 這樣的話有一個名景點 叫做天空步道 可是在這個基地呢 它就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天空步道2號 走上來啊 右邊 它是一個涼亭的概念 左邊是一個泡茶區 帶大家去一樓看看 生物鏈的概念 GO 它這個花園啊 是包含了多種生態 除了有我們可愛的羽魚之外啊 有看到嗎 它是山羊耶 好可愛 它現在在吃那個葉子 而且剛才店主司說 它偶爾會把他們放出來 那邊有一個繩子 它就會在這邊遛這個羊 但這個地方除了生態鏈之外 其實它更酷的是 它有非常多的植物 是在這個空間的 我身旁兩道啊 都是桂花 所以這一條啊 就叫做桂花巷 而且它不只有這個桂花巷而已 有它一個專屬的桂花林 在這整個氛圍裡啊 然後還有抬頭看的這一切 很像在國外的莊園裡 或是一些森林裡才有辦法感受到這種 世外桃園感 太chill了啦 那chill完要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建築的東西了 像我背後這棟建築物啊 設計概念就是混合一點古典跟現代 所以可以看到它用的元素其實就是用紅磚跟綠瓦 而且它的紅磚還不只是一般常見的那種紅磚 它用的是清水磚的工法 造價真的超級無敵高的 然後它用的顏色也會盡可能讓它單純是用 綠色 紅色 白色 地平會用灰色 它是盡可能用比較單純的顏色去區化空間跟空間 可是畢竟建築不是我能一言以蔽之的狀況 所以我就不敢多做評論了 留給大家滿滿欣賞 接下來就進去室內 GO 要來去我們的建築師他家了 他這一整都是一個六層樓的空間 然後佔地三百坪 一一導覽這整個空間 巨大的會客室的概念就是誰家是可以大到放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張沙發 更特別的是這個台子叫做KTV台 建築師還為了滿足在底下看戲的人 它上面還有各式各樣的轉播節目 不管你是在各個角落 東西南北都不會錯過任何一分 建築師說這邊會辦歌友會 喔 對 是 哇 還有一個自己的電梯耶 就是家裡有自己的電梯真的是一個有夠chill的事耶 那就直接帶大家上去 那現在再來這一層就是六樓的空間 擁有財富自由的人會有什麼樣的狀態呢 一定要必備的就是一個 商拿房 那除了這個商拿之外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就是 走走走 一個八角屋 然後還有一個超大的浴缸 就這一間是我覺得超越五星級飯店 可以給我的視覺感 因為它不只是一個平面可以感受一切 它已經是透過高度去感受到完全不一樣的景 而且像六樓是作為商拿房使用 可是四樓跟五樓就是以一個客房為主 所以現在就要開始跟大家導達這個客房 非常非常有特色 它是一個阿嬤的那種勾紮床的概念耶 我上一次看到這個東西啊 真的是在那種 西縮台灣 你只要辦法看到這個東西 不趕快做 忍不住肅然起敬 那除了這個睡覺的空間 它還有其他空間也都各有特色 打開這個大門啊 哇 我很喜歡這金人綠色耶 加上它那個桌子 超酷的 如果在這邊辦公 甚至只是化妝 都覺得很有氣場 極致的中式跟極致的歐式 極致的混當 對 接下來就帶大家去看公共區域 很大耶 感覺可以在這裡運動 像這種露台 最迷人的就是 你看出去的就是樹 然後就伴隨著這整個花園的概念 好漂亮喔 那你最喜歡哪一個空間 流水那個橋 太不可思議了 就是真的可以有一條小河經過你家 那總監理呢 我喜歡那個桂花巷 很明顯的聞到那個桂花巷 如果以後我退休住在這邊 我一定會 早上就泡一杯咖啡 然後就是坐在那個桂花裡 然後抬頭 望著天空 超愜意 求生養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再次感謝 呂玉峰建築師 就是謝謝他提供場地 讓我們做這次的拍攝 完全讓我 看到新天地 期待下個家就是你家 下個家見喔 大家掰掰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還想看更多居家設計改造的內容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區留言 記得要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金碧小編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在這邊呢 告訴大家 汪汪水神 維酸性電解刺激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溫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 都更加的環保 要跟病毒共存 必須要長期抗戰 大家趕快來到快點購 輸入雅婷的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